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个数字有多少呢 看一下 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数字 目前在中国国内等待这类兄弟姐妹亲属移民绿卡 正在排期中的就有15万人以上 那么这个数字我们比较一下 每年通过投资移民拿到美国绿卡的中国人 包括家属一共只有几千人 每年通过抽签 新拿到H1B工作签证的中国人 也只有不到1万人 所以这个兄弟姐妹的绿卡移民这个数字还是比较多的 那么当然我们前面提到有比较长的排期 目前在12年左右 排期是什么意思呢 从你提交2130到能够排期到了 能够拿到移民签证的这个时间 那么排期的优先日期 Priority date呢 是你I130的提交日期 所以呢 如果你是美国公民 为你的兄弟姐妹提交了这种申请 那么你需要安排尽早提交这个I130取得这个优先日期 然后呢 家人可以在中国等待 等到排期快到了 办理后续步骤 那么在此期间呢 这个受益人 比如你的中国的兄弟姐妹 以及他们的配偶 孩子等等 那么原则上呢 还是可以继续持有非移民签证进入美国 如果还没有美国的非移民签证呢 也可以申请 比如说B签证 F签证等等 可以呢 到美国探亲 旅游 留学等等 这个呢 可以参见我们YouTube频道的另一个视频 题目叫 办了移民以后 还可以这样拿非移民签证 原则上是允许的 因为你排期还没有到嘛 签证的时候可以解释 我这一次到美国并不准备 就留下来拿到绿卡 还在等待排期 当然具体是否能够拿到签证呢 还有多方面的因素 比如说在美国的邀请人的经济情况 在中国亲属的财产情况 收入的情况等等 那么在这个漫长的排期过程中呢 有一个儿童超龄问题 如果你的孩子在中国的亲属 比如说兄弟姐妹嘛 没有超龄的问题 但是他们的孩子呢 作为derivative beneficiary 作为家属 如果说已经超过21岁 那就不能和父母一起拿到绿卡 这个21岁是怎么算的呢 除了实际年龄以外呢 还要考虑你的I130申请从提交到批准的时间 这个呢 有一个儿童身份保护法 Child Status Protection Act 叫CSPA 我们此前也讲过 那么比如你的I130申请从提交到批准 用了大半年 一年 甚至两年 更长的时间 那么这一段判定的时间呢 可以从孩子的实际年龄里面减掉 这样呢 对很多申请人会有帮助 但是另一方面呢 尽早提交申请吧 等到排期到了 可能孩子还没有长大 没有超龄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十几年的排期期间嘛 那可能受益人 在中国可能还会有新出生的孩子 也可能会结婚 离婚 配偶的情况也会发生变化 没有关系 等到排期排到了呢 这些呢 你可以到时候再联系NVC National Visa Center 美国国家签证中心 然后呢 加入和更新这个受益人家庭的情况 我们为申请人 为客户办理了若干的这类的亲属移民 美国公民申请兄弟姐妹的 往往呢 是排期快到了 已经到了 甚至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 然后申请人 受益人 想起来联系我们 因为前面说过呢 这个排期要十几年 这十几年里呢 有的时候呢 那个NVC会忘记了你的case 或者呢 NVC联系你了 但是他们是用email来通知的 那我们知道呢 在中国有时候email用的不那么普遍 另外有时候还有一个过滤的情况 从美国政府部门来的email可能会 ends up in junk mail folder 会受益人没有看见 那么因此呢 遗误了 或者有时候申请人自己也忘记了 等到一看啊 这个排期已经到了 或者已经过了 一般来说也没有关系 你发现以后呢 可以和NVC联系 如果NVC没有给你事先已经发信的话 当然我们也可以帮助申请人联系 NVC为一些申请人成功办理过这类的申请 处理过这种情况 另外呢 还有一个党员问题 对 那么在中国呢 有9000万左右的党员 占中国全国人口的一个相当的一个数字 比7左右啊 接近3比7 那么对于在城市呢 对于干部家庭 知识分子家庭 城市居民 白领等等 这里面呢 我们的比例会更高一些 所以呢 这也是人经常遇到的情况 那么以前嘛 国政府没有特别苛刻的要求 我们感觉呢 最近来要求更严格一些 比较好的一点呢 是如果你是在美国境内 TGI485申请 看到绿卡 有的时候呢 从字面上来说 法律来说呢 要求呢 申请人已经退到超过5年 对于人在中国的呢 很多时候呢 国务院签证官 在办理移民签证的时候呢 关注的只是申请人是否还在继续交党费 是否还继续是active的一个细微的差别 那当然了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 众所周知的原因 在中国呢 比如说你如果还没有退休 还在工作 很多时候呢 可能还在交党费 或者是自动扣除的 这个也不是不能够解决 中国的申请人呢 并没有因为这个原因 就阻碍了拿到移民签证的约卡 那么如果提供合理的解释 你通过申请拿到移民签证 拿到移民签证以后呢 一般有6个月的有效期 你在这6个月内呢 登陆美国 进入美国 入境的时候呢 我的边防部门叫CBT 他会在你的护照上盖一个章 作为临时绿卡的证据 一般来说一年有效 然后呢 你入境美国几周以后 就会在你在美国的住址 收到移民局邮寄给你的正式绿卡 那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美国公民为兄弟姐妹 申请绿卡的注意事项 有更多问题的一点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